花蓮縣攝影學會今年適逢創會60周年 3號上午特別發表了歷史超過半年醞釀的紀念專輯 瞬間永恆也表揚了資深的會員 而為了搭配場地現場還展出會員的客家文化攝影作品展相當的精彩 花蓮縣攝影學會今年創會60周年 3日上午在花蓮縣客家文化會館 發表歷史超過半年醞釀的紀念專輯瞬間永恆 這次籌備向全體138位會員針劍 收集近百張的攝影作品 搭配場地也快閃展出會員的客家文化攝影作品展 大家手上的瞬間永恆這本書 我們從去年開始手法 從針稿、針劍、教稿到初稿到廊稿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嚴謹 大家看到瞬間永恆這兩個字 是我們邀請在花蓮地區 改革繩會有名的花蓮的書房家 李康正老師所提示的 那這裡頭我們有98位 花蓮的攝影師所提供的作品 其中呢 戲曲下台 花蓮的作品有69盒 佔整個的 其他我們愛花蓮 所以我們花蓮在我們裡面更多 真的這本書是我們60年最大最大的一個記憶 希望大家能夠愛惜它 也努力地給我們指證 現場除了紀念專輯瞬間永恆 98張作品輪番投影播放 也頒獎表揚錄會20年以上資深會員 75歲以上會員 以及日前花蓮的日出攝影比賽獲獎者 花蓮獻長徐真衛也到場祝福並給予肯定 藉著長幫燕子安箱報導 現場主題 谢谢观看